他是来自保加利亚的林世杰老师 我是小帮手蔡三姆桑 欢迎收看林世杰的占星树频道 在上一节的潘朵拉故事里有谈到 先进知名之神普罗米修斯 为了人类而去太阳斯阿普罗那边偷去了火 那么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先按赞哦 先谈谈普罗米修斯的背景 他的父亲是第一代的泰坦神 叫做伊亚伯托斯 而母亲的名字叫做亚洲Asia 或者是叫做克莱蒙丁 这对夫妻呢 总共生了四个孩子 其中一对是双胞胎 也就是先见知名之神普罗米修斯 以及后见知名之神二屁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的另外两个兄弟是阿特拉斯 就是那位肩上看着地球西边的神 以及梅洛提务斯 普罗米修斯不只偷火给人类 他还教导人类很多的技术 知识 文化 普遍文明等等 对于人类的贡献的确非常的多 普罗米修斯还被称为泰坦的火神 火的意思通常是带有智慧 意志 知识的含义 他也被称为诡计之神 文化英雄 在他为人类偷火的事件之后呢 让天神宙斯非常的生气 并决定处罚普罗米修斯 宙斯判处他一个永恒的过错 于是就把普罗米修斯带到一个高加索山脉上的石头上 并用铁链锁住 然后派一只老鹰每天吃掉他肝脏 因为普罗米修斯是泰坦神 所以他是永恒不死的 而他肝脏会在每天晚上长出来 每天早上又被老鹰吃掉 也因为这样 这让他一直重复受到这样的痛苦以及折磨的 为何派老鹰吃掉肝脏呢 因为宙斯其中一个化身就是老鹰 而在古希腊时期呢 当时的人民认为 肝脏是人类情感来源 当然在现代的健康概念里 如果我们的情绪成本起伏很大 不稳定的话 这的确对我们的肝脏是有伤害的 所以现代的智慧的确很厉害 普罗米修斯在这个岩石上 不断的受尽痛苦将近千年的时间 就在这一天 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叫做海克利斯 他要完成十二伟业里的一项任务 采取金苹果 当他在入土上遇到一些半人马 而且他们一起喝酒狂欢 但由于大家开始把酒疯而吵起来 在互相撕杀过程中 不小心把一只进过酒头蛇血的劲 射到自己的半人马老师凯隆的脚 凯隆本身是不死之身 但由于酒头蛇血的关系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这让他痛苦不堪的 于是凯隆老师自愿用不朽的生命 去换取释放被关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 然后自己就代替了普罗米修斯 绑在高加索山脉上 而凯隆老师的行为 被同父异母的宙斯感动了 宙斯就把凯隆称上天为人马座 也就是射手座 而海克利斯就前往高加索山 去把老鹰给杀了 并且拯救了普罗米修斯 或许你会这样问 这样的话宙斯不会生气吗 海克利斯不会受到宙斯的报复吗 其实海克利斯的父亲就是宙斯 而宙斯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 完成十二伟业任务 所以故意引导他发生一些事件 并且找到普罗米修斯并且释放他 因为之后普罗米修斯知道说 金苹果在哪里 所以宙斯就安排了这一切事情发生 好让普罗米修斯 用交换金苹果讯息 来作为释放的手段 而海克利斯也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 希望大家喜欢听古西亚神话故事 这些故事的发生 都跟我们生活是有相关的 有关联的 甚至是不断的重复发生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见 拜 by bwd6 感谢观看